我们来介绍一下收集气体的三种方法 第一种叫排水集气法 它是用在燃浓于水的气体适用 就不易浓于水 像氧气 导写化学是氮气 N2 或者氢气 还有一个二氧化碳也是 但二氧化碳其实略浓到水中 待会再特别介绍 再来向上排气法 就是集气品的开口朝上 用向上排气法 不用排水法 是因为这种气体适浓于水 而且它的密度比空气还要大 所以收集的时候 它会下沉在底部 所以开口朝上叫向上排气法 这些气体有 这要背哦 有氯气 化学是Cl2 还有氯化氢气体 化学是HCl2 还有氯氧化硫 化学是SO2 这要记一下 再来向下排气法 集气品的开口朝下 所以气体进去的时候 它往上飘 密度比空气还要小 这种气体也是易浓于水 而且密度比空气还要小的 在果中里面就介绍氨气 化学是NH3 这氨气很重要 氨气非常非常容易溶解到水中 一公升的水 可以溶解700公升的氨气 这以后会被 淘楼底的氨气 他的氨气 金氏 但是 感谢观看